走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午茶 大家午 大家午 大家這兩點我們就是要來講 宜船的變心和執行 有工藝 我剛才有請我們 陪副集長去贏 我小聲來說一些理論 才來說十五 理論上 以前的變心 上場是在這個技術 技術以前的 要怎麼去變 要怎麼去執行 但是支出政府 每一個政府 不管是中央 或是地方每一個 譚會 政府譚會 或是每一個機關 他要執行公務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筆預算拔下來 要先要支出這邊 按照你預算的 變心的部分 去執行 如果是說 經商費 經商費 經商費就是我們私費 你一年一年代 有多少人私費 這個辦公費 另外就是我們 資本門 資本支出 剛才說的是經商支出 不管你有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都要開銷 經常支出 所以我就說 你要做一個工廠 要做一個機廠 要去一個辦公大樓 這就是資本支出 然後 重要 重要就是說 錢要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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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稅收 有這種是稅收 這種是非稅收入 一歲兩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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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年中間的收入 再來就是 做稅的稅 煮稅的稅 那是國中不一樣的稅物 像收到稅 關稅 或是說我們的 房地產的 房屋水 地產水 土地產水 土地產水 剛才那是中間水 這次說的是 後面說的是 地方水 或是說我們的 機車的那種 什麼燃料使用費 汽車的燃料使用費 什麼 這種收集 這都什麼人在管 說起來是政府來編 但是就是議員來信 收集要多少 這個稅要收多少 稅法要怎麼收益 稅肉要申 申立一個稅肉 就都議員來決定 政府會提意見 但是議員也可以說 覺得說這個稅 可能太重 我們要去檢查 也可以拿出你的 議案 來發漏 說你不能收這麼高 像說 土地產水很高 最開始的時候 土地產水是 100 80 到60 10 你若是 10年前你買一個土地 你的公共地現宅 公共現宅 如果是增加一杯以來 是60%的水 100%到200%以來 是80%的水 如果超過200%以上 就100% 總給你收來 各位知道嗎 剛開始 1953年 開始我們有那個 土地產水是這樣給我們收的 各位想看 那當時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立法委員 都是劉鳳政府的 在中國來的時候 立法委員的決定 台灣人就這樣想白色 但是如果說阿公的土地 他經營三十年 六個六個八個 一定起幾倍以上 公共現代都叫他去三倍以上 起三倍以上 你政代的部門總拿去 總抽去 百分之百都拿去 後來有這個省議員的時候 他在公議 再給他修改 修改做什麼 八十七十六十 八十七十六十也很高的耶 那時候民間我們的歡迎 省議員的歡迎也很低 所以我再說 港到什麼 港到六十五十 六十四十 在2005年以前 是六十五十七十 這個六十五十四十 是四行太久的 但是 二十幾年前 我聽說 街中的大小 有一個三代 阿公四十年之後換樓不會死 阿公四十年之後 就相熟一遍 又來老百 又過十年 又死 阿公四十年 剛兩家的相熟 剛那些土地就要賣給政府 就要賣給政府 就要賣給政府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剝削 所以就說 我們這個 土地都要賣給政府 雖然 在這裡 你不擅長嗎 你不要再賣給政府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水 這個東西 和水流的規定 都是中庸 在我都在創的 所以啊 我们这个水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这五六十年来 变作北施人民的港区 很多人看不出来说 藏家归工是很好 那个叫藏家归工 但你想看中国立望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 相机卡夹一个南趴 没办法啦 用这样给你拍摄的时候 这边套过什么 这边税收这么长 给我们拍摄 这边开出的时候随才开 随才开 随才拿回口 随才贪污夫法 要用这些税收 来保重他们最基本的生活 以外 还贪污夫法 都没了 都没了 而且你贪污 你贪污 怎么可以生肝 所以我们说这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们将来 很多税都要改 如果我们有健康的时候 我们的税率大部分都是比例税 他现在累进的 刚才说这累进的 累进税 你如果贪污 这个地区 如果贪污 你的一个 合作 当时 投资是 200 空一瓶 超过200 空一瓶 200空一瓶 以来 1% 如果是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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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污 以来是 9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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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瓶左右 遗憾 如果贪污 贪污 以来的 你的建立是 200 空一瓶 左右以来 那 为基礎 来计算 你如果贪污 你如果贪污 那个地区 如果贪污 那个基本的 那个 或者 基准的价格 你看 caucus 一瓶 一瓶 一瓶以来 就是贪污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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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 aps 二瓶 四瓶 十二瓶 四瓶 五瓶 一瓶 看起來5% 4.5% 都遲到美國很高 但他的稅基 他撿水的稅基 英文叫tax base 是遲到10%而已 全台灣這樣平均起來 遲到10% 所以撿水也沒有 撿不水 我做局長的時候 古山遲來的一堆土地 一堆是2萬的時候 它的公共地價才200塊 1% 要撿水 撿不水嘛 所以這個稅土很多都要蓋 所有稅以前也很高 我們有美國 60% 你是人人打拼 無法欠 做成你了錢 賺錢給你60% 你只剩40%而已 所以我們的收入這部分 稅收這部分 可以說30%多 這是財政收入 我們的經常收入就稅收比較多 我們那個表 我們這個工業 那個預算 這個經常收入 那這種經常支出 就剛才說人事費 那種工業 辦公費 旅運費 經常支出 就是剛才說的 那個那個 建設 起床 建設一個海港 空港 經常收入就是 有我們的公營需要 財政收入 我們現在台湯 代替什麼 這些公營收入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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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中郵 台電 說到中郵跟台電 拿一個 帝國一樣 中郵 台電 當事項是不得了 美總統 台語都比較高 都隨便片 有水水 而且 我們說 我們的PPPS 就是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預算制度 剛才我不會記得先看這個 所以對經常收入成功 跟資本收入成功 我可以先解釋說 預算制度的圓便 預算制度的圓便 很早期 很早期 叫做 績效預算 績效預算 績效預算的時候 你如果績效沒有好 你就要檢測你的預算 你如果績效比較好 就增加你的預算 需要 這麼多 你就會這麼多 但是 績效預算 到要變成什麼 變成每一年 大部分 單位的變算 都是有一個成長率 5% 10%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這樣 我認為是因為 一種理論 那個理論 就是說 不是公務員 都是奉公手法的 在威爾遜時代 在疊詞世界大前 我們知道那個 威爾遜就是美國總統 威爾遜本身就是 Princeton有名的 公共行政的教授 在威爾遜時代 叫做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的觀念 是說 每一個做公務員 都是為公家做事 那個觀念是很傳統的 一直到1960年代的時候 就有人 有兩個學者 一個學者 一九十七年 在我們 在他們 中國的田中 在中國的田中 做領事 做領事的時候 他在領事館裡面 發現說 欸 中國人哪 都 大家都很認識 背那 背那 背的都去割割 割割割 都去做官 為什麼要做官 都沒想像 美國人這樣說 要來做生理賺錢 他發現說 原來他做官 為什麼 就生官 就發財 為什麼生官 都發財 因為在開錢的時候 開一百萬 他先抽一百萬 二十萬 都掉在那裡 你知道嗎 所以當這個東西 他就說 發言說 欸 這是一個 很大的 我們研究的現象 所以 他就發明一個名詞 叫做 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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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這樣 可以獨佔我出款 獨佔決策錢 我這次要怎麼開水災花呢 一旦議會通過 我以後說 那時候還沒有議會 一旦面上 他選外 水災花開呢 我一定要開 告訴我這個工廠沒有誰做 他就決定 一定找什麼人做 找好朋友 自己親親 一百萬開水 三十萬老實 七十萬來分 他這個叫尋租理論 所以 就說在績效依存 很明顯 有這種很嚴重的現象 人家也沒辦法說 美國完全沒有這個現象 也是有 也有這個現象 所以 到後來覺得 這次效益算制度不好 不好 人家 人家 企業界有一個叫做 計畫益算制度 設計計畫益算制度 美國政府說 企業界怎麼效率那麼高 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他們有一桌的東西 所以先把他們引進 他們要什麼 國防部先來用 因為國防部的這個 預算制度很重要 國防的開銷很重 所以先把他們一個國防部 我怕說 不錯 比過去的 績效益算制度比較好 所以 就把這個PPPS 所以PPPS 從1960年代以後開始 就開始變成 替代這個績效益算 這就是PPPS 之後的時候 一方面 原來經濟學的發展 發展到說 可以去評估 評估 我們的這個成本效益 成本多少 這個效益多少 就是 研究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用成本效益分析 我們在地市的部分 成本效益分析 來擁護 對技術方面 所以PPPS 開始 全民流失 我們也開始 抗 我們這個 這個 流防政府也開始抗 這樣 然後 到 卡特的時代 他就開始 那時候有新的東西 叫做零記預算制度 零記預算制度 零記預算制度 如果沒有 不需要存在 就不用比他們 不用預算費 這個技術 就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這是零記預算 所以每一年都做檢討 所以在美國 公務員 不是替飯 不是替飯 你若是無法 特性 你應該做的工人 其實是人民 不需要你這個單位 你就拆掉 然後變色益 公務員 不需要宿舍 領什麼 領宿舍電貼 自己才可以找頭 不是像我們說 喔 政府把裁掉 那些人 都拔到中央 拔到地方 特別是都拔到中央 領多少錢 這邊裁刷 好費很多好康 現在再來這邊 我領多少錢 不是這樣 都保重 你百元一百 都不用宿舍 在美國是這種 叫零記預算 所以美國的公務員 我們很精彩 很精彩 你不能偷懶 不能上班去打毛線 不能上班去買菜 不能上班去帶小孩 他們很精彩 我們沒有 我們上班都可以偷懶 流算去做他們買的事情 是不是去喝酒 去拔酒也是有 這都我們要改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我下水運有一個助力 它是拿歷史的報酬 沒有頭路 來做下水運的行政助力 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我常常去問 去問 今天去問這個 麵仔再問 後來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我會很抱歉 我會很抱歉 抱歉啊 什麼什麼人 每天來幫你問這個問題 我會很抱歉 他說什麼 我很感謝你 你如果沒有來我辦事 找我問問題 我就沒頭路了 我就沒頭路了 所以我們的公務員 要進入這個觀念 他說你來問我 我會記錄 那沒什麼人 Mr.蔡當時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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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什麼問題 我做什麼回答 要記錄啊 所以我這個記錄 我挑 請問看 他說我有工作的人做 你如果沒有來 我就不記錄 我就沒有工作的人做 我就找某材料 就不用我了 人家是那個觀念 那我的經驗 所以他給你解釋得很清楚 怕說你不知道而已 你做你有份的 還做你來 那不是 我們過去 我們去 我們古早 我們很多年歲都知道 你去那裡 那裡 那個公文 如果是中國的 愛你不理你 高高在上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 還有靈基預算是 在1980年 開始又發展這個東西 事實上呢 基礎上要是 績消預算 我們這次的 設計計劃預算制度 是比較 一般各國 世界各國 在使用的一個制度 我說這個 預算制度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 經常收支 和資本支出要並列 預算的埔案裡面 先列經常支出 再來列 資本支出 經常收入 跟資本收入 那收入部分 就是說經常收入 資本收入 那支出部分 基礎部分 經常支出 跟資本支出 所以最好預算 最好是要哪 經常收入 跟經常支出 要平衡 資本收入 跟資本支出 要平衡 這平衡不一定 就完全平衡了 你去經常經常收入 過去 過期 在經常經常收入 他經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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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經常支出 都有存 他的執行 他的時代都有存 跟經常收入 跟經常支出 有存的部分 聽到去搭什麼 資本支出 不足的部分 所以在經常經常收入 他特別注意這裡 他說他在中國 為什麼失敗 因為他的失敗 就是 經常收 支出 遷過經常收 不得了的資 負責不得了的資 平衡不得了的資 還有一個人來前 建徵來前 不得了的資 他就要什麼 他就要發行貨幣 政府他選 如果不做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有税収要减载 不过是印钞票就对了 印钞票 结果他们的税収没有减载 他税几次 他的通绩很差 税政府机关 税政府机关就是来到台湾要分三分分 还在中国要比较厉害 来到台湾要分三分分 你若是遭遂 一分是遭遂的人拿一分去 再来税不完拿一分 再来政府拿一分 知道吗 所以你本来税要税缴一千万 结果你才缴四百万 六百万当然是 这个立税人说我自己留六百万 四百万里面两百万给什么 税不完 两百万才交给政府 来台湾就这样 不只说每个公司有两套小 所以政府税収都会不得了 在中国要乱 因为台湾的通计所需都很清楚 火口也很清楚 工商定义也很清楚 中国一团万都没有 所以税収是接任多 一直到 共産党起来是同样的 是接任多 责任制 米这个税管人今年要收多少 这个税管处委处定的时候 反正收多少 你说我没得收多少 我们就说要求他收一千万 又说我没得收多少 我才收六百万 随从他收多少 收一千二万 六百万放在那里 六百万才交给什么 交给政府呢 他刚才底下一直压榨压榨 金到这样 油金出来了有千二万 但是他说我中央要求我六百万 六百万九位 六百万放在那里 那里 所以他没钱嘛 没钱就是什么 印钞票 政府印钞票 来买东西 来发薪水 当然他们在印钞票 发生什么事情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台湾是同样的 台湾早期的通货膨胀多严重 刚才第一年 米家中四百倍 三年后四年后 中七万倍 四万万一块 大家甘苦多少 中七万倍 你想想看 这我 有一个评台大教授的文章 我有几年评文中 本来都在早上 这次可能是沼泽飞在灌 大家有趣 去看我的文章 看看 我们欧边看的 可以 帮大家写你的email email 地址下来 电位email和名字 这个叫沼泽飞都驾呼人 大家去看这些文章 他在评文中 他在说 战后台湾的通费膨胀 战后台湾的通货膨胀 我是评文 他就说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是milton freeman 他很早期 他叫六空年赛 他就写的文章 这样主张 我说 我说 你如果 潮票运很多 但是我们美兰很充足 会去架吗 我们美兰没反应 吃得有春 会去架吗 不会去架嘛 你就是 他印潮票的时候 他把我们买米 把我们蒸熟米 那时候不是不买 用蒸收的 因为你天赋 田赋蒸食 什么田赋蒸食 日白跟台湾的时候 他就 就是说 不用叫你 你不是用钱去架水 你是用切子去架水 用切子去架水 我不要去捏钱 我是用你的切子 切子拿来 蒸熟来 切子全部都送去上海 如果再来 再来 再来给你买 再来发钞票 来给你 印钞票来给你买 一直去 一直去 一直没差 但是民间 没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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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用很贵的钱 去买米 变成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你的观察是仅仅在这边 你没去考虑到政党 就是说 冬季一直到台湾的时候 一直到台湾 不住 穿去什么 上去上海 去买 买买买 买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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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通貨膨脹 最後就是經濟的崩盤 叫做應酌露 經濟的崩盤的時候 你的政權就不好 在中國就是這樣 求人民扁會 因為生活太艱苦 所以共產黨有很好的理由 來說服這些基層的民眾來反對國民黨 這很明顯 不如就說10個人開始的一個政黨 共產黨剛開始的10個人而已 才能夠加這麼多人 那是基礎基層的人支持的關係 你如果基層大家都過得很好的日子 基層都不要去支持共產黨他們會渡 所以政治經濟是不分加的 第二的緣結是說 財政的收集和財政的技術 要命財頭先說的 這就是牛舌 牛舌 尾出 那就是牛舌 尾出 我是個人比較主張說 牛舌 尾出 不要有差異 這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那也是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 在1936年以前 世界各國的尊秀的緣結 在那戰爭 不能發行公債 在那戰爭 不能救急 歐洲一直在戰爭 古早 19世紀 14世紀一直在戰爭 那戰爭欠錢的時候要怎麼做 那種是黃金本位時代 所以說起來都是經濟理論 都黃金嘛 你不能印鈔票 用黃金收集和錢出來 金塊 用金塊 金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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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黃金啊 現在用黃金 不是印鈔票 你沒有黃金就 我就做硬幣了嘛 我就做 coin 銷幣 就用硬幣 這又怎麼樣 沒有黃金做的是什麼 都把猶太人救急啦 所以猶太的大家族為什麼 這樣發錢的 他就賺錢了 他就賺大錢了 他理事跟他講 你國王要賺錢的時候 你這錢沒辦法開下去不行 這錢沒辦法開下去 要賣武器 賣兵 要吃飯 要賺錢啊 結果沒錢不可以 沒錢 黃金不可以印鈔票 不可以印鈔票 有錢 會黃金 所以理事10% 一個% 30% 你欠錢到了30% 你就賺錢 當然猶太人大賺錢了 這是人的眼光 我們台灣生的人 無憲那個眼光 我們台灣生的人 只要吃東西在這裡 我們的財團都在這裡吃台灣人 吃基層的人的肥肝 不是真的說去海外去跟人家賺 真的海外去跟人家賺 就是像猶太人這樣 他們是全世界性 全世界的時候他們很團賢 猶太人的行為是很團賢 給他們同步商機 給他們幫忙 但是老闆裡面的家族 我黃金不夠 法國跟帝國戰爭的時候 黃金不夠 什麼人 什麼人 你再放一些來酒 我日本一半給你 理事 他們都要靠管 所以他們 由來他們做的行李 也很有勇工 當然一方面就是他們很欠 他們對教育很重視 對行李很認真去做 家庭生活也不會像這樣 賺到大錢 包二奶包三奶 這亂七八糟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一本比大義的原則 我們就了解 你的效益 估計後的效益 除以你所開出的錢 用限制來計算 我們打在第四點 成本消費分析會說得很重 要打在它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原則就是 有替代方案並列原則 每一個支出的方案 特別是 資本支出 特別是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的時候 要去一個 辦公室 大樓 或是說要建設一個海港 或空港 或是橋 做橋 像古鐵我們看得到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過橋 做這個橋的時候 多看 多長 這要留好寫 要花多少錢 成本創的好 要有效益嗎 就要去多看才有效益 你去某某 大家都在那裏盡 這個效益就發展不出來了 有的人說 現時就沒有三台車 我們就去那裏看 但你要想說 你這個橋做起來 是要用三十檔五十檔 你要考慮三十檔五十檔以前 你經濟發電到沒有一個程度 就需要什麼 需要 說要三十公車 看的橋 你說這次就沒有三台車 要去十公車 結果 到三十檔五十檔的時候 可能一百來車 你沒有十 沒有那個三十公車就不夠了 停車場也一樣 我幾個 三十 我剛三十二年前 三十四年前 左右 一九七九年 在那裡 在那裡 中央園圈 院方就說要去公交主宅 因為我研究 都是經濟 所以我就變成我那個單位的 委員 那個地基很看 差不多 家庭比較看 這三千平五 沒有 我建議說 所有的地下 如果沒有留 地下是兩層 誰就要留一層 他說留一層 要留一層 要做什麼 說要設計程車場 中央圈 官員說什麼 沒有三台車 就做一個地下什麼 這麼看 我說將來 二十年三十年後 每一個家庭 我們這有三百多年後 每一個家庭 差不多都有兩台車 你如果三百多年後 每一個家庭兩台車 就只有七百多車 這附近又住了很多人 你如果沒有停車場 後來你這個社區 所有旁邊都沒辦法停車 都沒辦法停車 都沒辦法停車 會停不夠 怎麼會這樣 我這樣說 這一關 也是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那個六關 怎麼有那個事情 怎麼可能我三十年後 一個人兩台車 這個家庭兩台車 結果 沒有去停車場 我看到 你如果去這麼大的停車場 下雨天 我們的孩子 可以先來穩動 我們社區委員會 可以在那裡開會 有社區外農中心 你如果 他們那個年紀比較大的 那些中國人 都想 他如果有地下室 他都可以買 他如果有地下室 他就變兩層的使用 所以就急著 說不 無故來車不用停車場 這次呢 如果鎖了 已經都 很多車都沒辦法停 都要停車場 開旁邊的兩邊都要停車 這就沒有遠見 所以本來可以發揮效益的地方 就沒辦法發揮效益 過人過人減他自己的地下室 這樣不怕痛就對了 我很早以前 讀大學的研究所的時候 就看 看一本郵寄 他說他去 紐西蘭到澳大利亞 他說 不知道 烏克蘭 那裡 那裡 不是 澳克蘭 還是在哪裡有一個轎 人口這三百多萬 的紐西蘭 澳克蘭一百萬人口 他說那個轎 同一個時候 可以五十台 向當五十台向塞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他說 哎呦 這三百多萬人口 怎麼做到這麼高 所以他說 他比說 將來這個轎 要用一百多萬 五十多萬以上 一百多萬 他人口如果增加的時候 他就 他就需要這麼誇張的轎 所以你看 我們很多 中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的建設都什麼 都看當前的需要 現在來做十串轎就好 因為沒有三台車 將來如果 他說 就要有很多車 有很多車的時候 除了三十串的時候 還要把它打掉 還要訂做 這個時間很短 這就是很大的誇張 這就完全沒有效益 所以我們就說 要做一個十串的車 叫的 你就要認定一個 可能要二十串 還是三十串的替代方案 讓議員去評估 讓大家來評估 讓民眾來反應意見 這樣才會 這個環境 讓全家來評估 這樣才對 所以一定 每一個案 每一個支出案 特別是支 基本支出 都要有一個 替代方案來 評估 我們的預算 我們現在現出 是台灣的預算 預算書 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我剛才說 我說 我看緣無城 緣無城人口不到三十萬 都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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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甘的仙境 他們是委員制 他們是七個人的委員 輪流的當事長 輪流當事長 我看他們的預算 都有替代方案 他們的預算書很簡明 很簡單明瞭 都立表 不是預算書說 這個東西開出 要多少都多少 這樣而已 人家每一個 建設的技術 我們說 下水道的技術 維護費多少 要維護 怎樣維護這些的好處 像我們建設這些好處 另外 另外一個方案 要來做外科 要怎麼做這些 要花多少錢 比到這個開銷跟那個開銷 你負擔不去 負擔不去 我們完全沒有 說怎麼做 就是怎麼做 就 一旦伯來就 開出就是了 不好意思 所以 這是 將來我們要改進的所在太多了 在這個大問題 就是說 災情收集的估計 剛才我們有說 經常 收入的稅務和稅收 我們有點 就說 這個稅率 稅務和稅率 的規定 這都很重要 要不要增加 新的稅務 要不要 要 要花一些稅 要不要 增加 那個稅率 不用 跟稅收有關 這樣 有時候 要看清楚 不是說 你把稅率 減少 一度 缺少少 這很舒服 可以把稅率 減少 一度 缺少少 這就是 很重要的地方 王安石 再說一句話 用財用之不足 以為得 為得善理財之人也 再用不足 跟那個王安石 王安秋 同時 那個 我稍微不記得 歐陽修 對 對 還是什麼人說 上書 說 在用不足 我們 今年 皇帝那個交代 交代 意思說 過年了 在高娃 皇帝 要賞賜 和大乘價錢 把它省起來 不要發賞賜的錢 對 王安秋 上書 說 錢也不夠 完全是理財的人 沒有理財的人 沒有理財的人 你如果有理財的人財 你如果有理財的人財 人民不用加稅 主人 稅收的政家 哇 這就很天分 這樣 所以王安秋 讓西方國國 的警察家 請贊說 中國為他的警察家 中國為他的警察家 王安秋 他怎麼都沒有 所以這點 我也很 很感傷 很沉 我們說 土地前 如果說 減半政策 2000 控制年的 二月 開始減半政策 一直到 2005年 一月三月 節制三年 那些建議 那些建議就是 我建議 我在一九幾百年 我就跟李定輝說 我說 這次現實是 有六千億 的不良主宣 六千億不良主宣 銀行改 放棺 放棺出來 讓這個放棺傘 去台湾 有六千億都不知道 六二十 不良主宣 讓銀行去撤 銀行 銀行沒辦法打賣 為什麼沒辦法打賣 因為放棺傘 就這樣 一千萬的東西 他底下出了八百萬一人 但是這個計測已經就像五百萬了 你五百萬賣掉 因為過十年幾年 蒸大水要兩百萬 我這五百萬賣掉銀行 銀行的經理說 八百萬拿出來 收五百萬出來 還要九百萬的蒸大水出來 我就收三百萬 我經理要怎麼做 不敢打賣 大家都不敢打賣的時候 變成信用的擠壓 英語的名字叫做 creditcrunch creditcrunch credit是信用 crunch是擠壓 就是銀行的無錢 還帶給中小企業到企業 所以經濟總會 威塞 經濟活動總會威塞 我在一幾幾百年 十二月二五 我寫了一段 配給李定輝 他說 為他在辦公室 就是土地政制 減化政策 他覺得贊成 拿到小企業 小企業不敢死 他說 我們已經有方案了 方案是什麼 拿三千兩百個 鼓勵大家去 低利貸款去買那個房子 算 這樣 這個效果不太好 我跟李定輝說 我說 這個東西如果不快 把它劃銷 台灣的經濟 還有三人四人 會幫幫幫 我如果說 過年到兩千塊一年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 很壞很壞 兩千塊一年所有的房子 是最低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 所以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我來不及說 跟兩千塊二年的 二月初開始 土地政策 減半徵收的時候 本來要加一百萬 兩百萬的水 現在只要加一百萬 就要加四百萬 就要加四百萬 你收回來 另外就是說 收 Collegle phone 另外就是 我這也賣掉了 真的 就要收藏回來 所以漸漸就 埋氣了 Fulation 也一個 埋氣了埋的 Fhouette 歲 Joe 才從整個數 幾年多 300至60 revival 年 destructive by two to six years 800幾億 稅減半了 再吐出還一倍 這樣了解嗎 我在1990年跟李定義說這件事 跟200001年中間 一開始把我這個idea 找林泉財政部長 找莊銀行副總裁陳思夢教授 他都怕 搞什麼 稍微減一半可以稍微割出來哪有可能 不可能啊 所以為什麼說東西要投擲 是不要有了解 我們不但這個理論要投擲 就知道說你如果土地 稍微減一半的時候自然怎麼樣 我可以比較燒賣出去 然後買方可以用比較燒的錢 你來買這個房地產 這樣到就增加 到就活絡起來的時候 在150萬的康儲 就慢慢就消掉了 所以到2500年的時候 差不多 2500萬 2500萬的不良資產 不良放款 不良放款 不良資產 到2500萬大部分都打不出去了 台灣經濟總會開始比較好 原來我要預計 預計說 房地產地要大氣 我在公司做顧問 我說 從2500萬開始慢慢會大氣 一波強勁的上升波 所以我在說這些東西 我在說科研 學生跟我很有趣 不是只有思理論 就要去觀察事務了 時間給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起立 起立 休息十分鐘 謝謝